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底发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咨询活动的时候提到 最快2025至26年度回复盈余的预测要推迟 主会不会开征新税项 陈茂波说社会如果未有充分讨论会比较难接受 苏敬华报道 政府下个月底发表今届政府第二份预算案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已经预告赤字将会过千亿 司长有没有想过今年真的可以平衡计算案 不要再财赤下去呢 那时候估计应该是25至26年 现在的种种原因 譬如今年收少了印花税和地价收入 经济一般的 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我们香港的高官是否人工最高的呢 可不可以将它减20% 即时和库房减轻了 我们会开源截留财政整合 三两年三几年之内 恢复平衡预算案 同时保持我们的财政储备是一个稳健的水平 资本增值税 capital gain test 财爷在那个部门做都好像有提过的 但是就没有实行过 我们的收入来源是相对简单 每动一样东西我们都要考虑得很仔细 同时我们也不轻易随随便便引入一个新税种 在社会未有充分讨论之前 这样的时候社会就比较难接受的 咨询活动有114个市民出席 政府会不会再派消费券都是他们关心的议题 考虑到财政状况 也都考虑到经济逐步復常 其实环境不同了 所以在这方面就未必好像以往这样的一个考虑 有市民也都关注政府停推住宅地 会减低库房的收入 陈茂波说这一个只是今季的决定 政府会继续做地 等楼市复苏国阵推售稳住楼价 有此新闻苏敬华报道 消息说新一期六字居超过2500个单位今季推售 大部分位于长沙环黎月圆 以市价5月折发售 当中有六字居计划推行以来 最大的646平方尺单位 谭晓彤报道 黎月圆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对面 位于黎智角度和东京街的交界 行十分钟就到港铁长沙环站 三座屋院共2359个单位 预计2027年落成 消息说售价介乎154至461万 平均赤价6470元 相等于市价五二折 77000至23万首期就可以上车 最小的单位是280平方尺 符合现届政府早前提出 新建资助出售房屋单位的 封地面积 有3%77个大单位 去到646平方尺 是六字居推出以来 最大和最贵的楼获 应该有接近十几年没有出现 这些600多尺的单位 我相信第一轮 柬楼阶段基本上 已经可以全部选择了 我自己有点惊喜 过去年纳米式的8多尺单位 都已经是没有了 比股屋的折扣是多一成的 看回那个价格 其实不算太高 各个地点的位置都是市区 周边的环境都很成熟 消息又说 今期重推170个货美单位 六字居 当中由唐高宏远 和马安山禁柏远 初售的时候四一折定价 现在重推是五二折 赤价贵了 价钱当然是一个考虑 第二就是本身 它的单位大小 甚至这个位置 都不是一个十分吸引 马安山还有机会 今次的这么小量 都有机会还会卖剩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 下个星期四开会讨论 据了解 今期六字居将会预留 700个名额 给家有长者的家庭 200个名额 给一人申请者 有线新闻 谭晓桐木道 一个13个月大的女婴 感染夹型流感 情况稳定 个女婴上个月28日起 发烧、咳嗽和流鼻水 之后一日到私家医院门诊 求医期间抽搐 被送往威尔斯侵亡医院 逗留一晚之后出院 星期一因为再次抽速 入住中大医院 星期二恶化 转到威尔斯侵亡医院 儿童深切治疗部 临床诊断为 夹型流感并发脑炎 防护中心说 他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潜伏其内无外游 他的家居接触者 出现病征 正调查个案 流感和新冠病毒持续活跃 医务卫生局局长奴宠茂 在本台节目中说 今年的冬季流感高峰 较以往迟 有机会和新冠病毒同时爆发 但没有计划重推口罩令 也不会要求入境旅客检测 有津华报道 过去几个礼拜 本港的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的 阳性比率都持续上升 医务卫生局局长奴宠茂 在本台节目有理有得谈到说 两者的病毒活跃度都有上升趋势 认为高峰最快在今个月来到 面对流感和新冠病毒的双重夹击 劳宠茂说没有计划重推口罩令 但会建议市民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 而政府现阶段也不会考虑 加强监察入境旅客 暂时没有迹象显示 有任何新的病原体有出现 但会不会太迟呢 可能在污水检测的时候 已经去到一个社区的位置 去到那个位置才发觉 原来有些新病毒走进来香港 所有采样 你采得多些采样去做都是好的 但是要看代价了 至于医管局也都已经准备好应对 包括加快急证室的分流 和增加普通科门诊的名额 有线新闻又进华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沙头角 出席第二期开放计划启动礼 又和商户街坊交流 他说计划能够刺激区内经济 增加居民幸福感 保安局说 适至星期五 有大约9000个游客 申请1、2月游览沙头角 计划头5日就超过2200人到访 吴津报道 李家超先去到街市 探访海味铺的店主 又试食米通 分享给官员吃 买了米通和茶果等等 花了100元 我买点回去试一下好吗 请你吃 不行 我们要振兴经济 当主说沙头角开放之后 生意教以往有一成增长 以前主要是我们街坊生意 没有什么游客 那现在呢 这几天 现在多了些游客买 多谢你好 欢迎你们来 我们这个沙头角 李家超之后去到海旁的余登广场 和沙头角居民行谈 再到沙头角码头 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 一起观赏龙洲表演 自从沙头角码头禁区 在2022年6月开放之后 就已经有超过860个旅行团 近3万4千名旅客 也都带往了区里面的经济 增加了居民的幸福感 旅客要预先在网上申请禁区证 他又说政府联同乡委会 打造了多个打卡点 其中沙头角之角 北区区议会就建议 打造成四大北区打卡地标之一 望去对面就已经是内地 沙头角之角 这里有块石碑 相传清朝的时候 有一位大臣来试察 看到这里风光如画 就提了这句诗句 沙头角就是因为这样而得名 有线新闻吴津报道 早前网上有人声称 出售垃圾征费指定垃圾袋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 今个月内会公布 3千个认可售卖点的长城 谢展环说 经初步调查 涉及的垃圾袋来自试验计划 垃圾征费4月实施的时候 不能使用 当局将会在全港 设3千个认可售卖点 例如超市、便利店、约房 亦考虑在屋邨管理处售卖 强调未来会和海关加强顺查 指定袋亦有防疫特征 那些是正式的指定袋 还是假的指定袋 其实我们很容易有办法分辨出来 到时会有很清晰的标签 标明哪些是我们认可的售卖点 所以居民、市民 我们向外的认可的地方售卖 买这些指定袋 就一定是会安全的 就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就算是指定袋 都不可以在非指定非认可的地方售卖 如果是的话 本身都可以构成一个罪行 是可以罚款20万 如果是购买、售卖、假袋的话 刑罚会更加的重 是可以罚款50万 还有监禁五年 MIRROR演唱会事故 受伤舞蹈员李启然南欧 颈椎神经的信息传递仍有待改善 他爸爸李静林牧师在代讨信中说 没有一个常人愿意面对人生的苦难和冲击 形容过儿子的伏康之路走到现在 去年同期的患得患失感觉再度出现 如何突破受创颈椎的信息传递 是未来治疗的关口 医疗团队正探救颈椎神经治疗的新方案 以及引进新的治疗移气 台湾大选还有一个星期 三党候选人以车队掃街等方式加紧拉票 国民党的侯友宜 在主席朱立伦陪同之下 到了势力根据地新北板桥拉票 侯友宜批评民信党以及对手赖清德 近日大致宣扬大陆介入的说法 但又不肯查清事实 民众党的安民舍就潜往台中振栏公参拜 车队也都穿梭街道 早前当局已收取大陆资金为由 扣押自行参选立委的民众党 桃园市党部发言人马志薇 安民舍强调他并未获党内提名 又说对方是小角色 民信党的赖清德 亦在新北直指出席参拜活动 他未来几日行程将会聚焦南部票策 香港足球代表队抵达卡塔尔 被占亚洲杯决财州 主席安达臣 带领词球员步出机场 同吉祥物击掌 港队之前在亚联游进行两场友谊赛 以2比1击败中国 对塔吉克输1比2 下星期三有赛沙特阿拉伯 亚洲杯斯组首场分组赛 在1月14日斗亚联游 20日对小组实力最强的伊朗 三日之后压组斗巴勒斯坦 香港游泳代表何思培华 踏入奥运年会以平常心面对 希望借参加不同比赛提升状态 我觉得比赛就是最好的训练 因为就算你训练游得多快 都不会好像真的比赛 你没有比赛之前的心态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欢去不同比赛 我觉得尤其是奥运之前 有很多很高水平的比赛 都可以习惯一下 就是fine tune我的比赛的routine 还有习惯一下紧张的心态 希望去到奥运的时候 就可以已经习惯了全部 何思培过去一年大丰收 抓住五双巴黎奥运入场血 杭州压运两金一银三铜 当选香港游泳教练会最佳女泳员 最佳男泳员何欣涛 都有拍片自射 两位新星麦细庭和张森月 获得最佳进步奖 港队二月背道多虾 出战细感材